来关心国内疫情数据 我国单日新增病例再次回落到2万水平以下 有19,550人确诊 雪兰儿和击打两个州属病例大幅下滑 分别录得2416宗以及1390宗病例 沙拉月疫情则依然严峻 新增3743人染疫 基本传染数也位居榜首达1.15 卫生部傍晚通报 柔佛河沙巴病例超过2000 槟城霹雳河吉兰丹则是破迁 病患情况方面 绝大多数属于无症状或轻症患者 今天也出现28个新感染群 超过一半来自职场 另外卫生部过去两个星期 再侦测出103宗Delta变异病毒病例 分布在西马9个地区 柔佛河击打最多双双路的24宗 好消息方面 今天再有超过2万1000人出院 战上病毒的总人数 已经突破170万人